当然是损失啊 你去股票市场就是要赚钱 不可能说他现在卖掉 他可能是获利 可是变成我当初支持你的 变成是损失 小股民直摇头大喊无法接受 就是因为台新金星光金 虽然合意换股合并 但是以21号停牌前收盘价来换算 台新金竟然只用市价 打9折的价格就买到 股民一张星光金换成台新金 还要亏钱 实在有够怒 当然也立刻反映在股价上面 星光金23号恢复交易 开盘10分钟重衰超过6% 爆出了30万张大量 倒是减了便宜的台新金 跳空开高 盘中强涨超过3% 而马上要接着出招 抢清的中信金 则蓄跌超过1% 对这两家银行来说的话 星光金应该是有正商欲存在的 所以它应该是溢价还对 而不是折价 所以这样的一个换股价格 可能对于小股东来说 相对来说会比较不公平 三家金控股价的背后 更代表的是两大家族的争斗 直接在市场上用钱来对决 台新金股价涨多少代表并购诚意 中信金下跌则透露 抢清收购短线恐需要大量资金 股东并不买单 可是中信金心意已决 最新传出23号中午 将火速召开临时董事会 拟定公开收购价格 外传有机会定在 14元以上的相对高价 第一阶段目标先取得30% 平傍晚前提交金管会和时间赛跑 中信金也要评估这个下去之后 他们资金量有多少 当然如果他出的条件比较高的话 他能够得到很多小股东的支持的话 事实上他胜算是还蛮高的 虽然接稿前中信金尚未回应 不过看来这场星星变三角链 变数还很多 东森 财经新闻台北报导